FM03 中广流行网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 中午11点到12点 一个小时的蒋公厨房 叮咚 准时开张 Hello 大家好 我是加寇蒋伟文 今天是2024年6月23号 It's a Sunday 马上进入我们的蒋公周记 人家说开卷有意 我那天在这个家里看到 蒋夫人从桃园市立图书馆 南侃分馆 借来的一本书就放在我家里 我就打开来看 书的书名叫中华饮食文化笔记 听起来很硬邦邦的 可是里面都记得一些蛮有趣的 有关美食有关习俗 有关历史有关趣闻的东西 比如说他这里面讲到说 像我们讲到饮食饮食 就是要吃东西也要喝东西 讲到喝 大家立刻就想到酒 那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那这里的酒 就是我们在喝酒的时候 尤其在宴席上面 有的时候还会划酒拳 玩一些饮酒的一些游戏 那在这里面就提到说 其实最早的这种酒令游戏 叫做舍负 舍是舍东西的舍 就是好像有个猎物去舍它 然后负是覆盖的负 是这两个字 就这个字面上来看 我当时以为是 古代人是边喝酒 可能是要把一个猎物覆盖住 让他们来舍箭吗 原来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舍负这两个字呢 你可能想都没想过 舍这个字 在古代 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猜的意思 就是猜猜看 射射看 你射我 你射我 你猜我 他这个射在古代 就是猜的意思 那负就真的是覆盖的意思 把一个东西覆盖起来 让你猜 这是古代最早的一种酒令游戏 据说呢 在这个汉朝的时候 汉武帝 就非常喜欢这个舍负 而且他喜欢神仙之道 他就会请到很多那种 占卜文明的一些术士 在皇宫里面 然后请他们来玩这个舍负游戏 为什么呢 就是看他们准不准 这个大仙说自己很厉害 这个占星师说自己很 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天象 谁又谁又可以说 可以看到这个景言的国运 干嘛的 他就喜欢把这些占星师 全部招在一起 然后让他们来玩这个舍负游戏 就是猜被覆盖出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 据说有一次 这个汉武帝把一条守宫 守宫就是壁虎 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壁虎为什么叫做守宫 这本书也详细的写了一下 他说其实壁虎为什么叫做守宫 据说呢 以前呢 听说透过某种技术来加工 把这个壁虎的僵支 滴在宫女的手上 壁绑上就可以防止宫女 放荡的功能 所以叫做守宫 这不知道真的还假 不过这本书上是这样记载的 Anyway 他请到这些各路的这个术士 来猜 这个汉武帝 他所覆盖住的是什么东西 他覆盖住是一个守宫 就是一个壁虎这样子 那这一批占星大师呢 就出尽了球 没有一个人可以猜中 后来有一个精通周易 而闻名的东方朔 坐不住了 东方朔 他就排出卦象 东方朔应该蛮有名的 我记得这个 常常看到他的名字了 而且好像也有这个 好像有戏剧 有在排东方朔的事情 他就排出卦象 然后就回答说 这个汉武帝呢 这个要射负的东西 叫做龙吗 又没有脚 叫他是蛇吗 又有竹 他非常善于攀爬 岩壁 他不是壁虎 就是蜥蜴 所以汉武帝听了句 他很厉害 既然可以用排挂的方式 就猜出来 我所要射负 就覆盖住的东西 竟然是个壁虎 他就很开心了 就赏了这个东方朔 各式各样的丝绸 还有金币 很多赏试 他想说这个人这么厉害 我要继续再来测试他 又覆盖了很多东西 没想到东方朔 每一次排挂出来 一一的都可以猜中皇帝 就是汉武帝所覆盖住什么东西 真的是很神 可是据说 后来有人在猜 有人在设 有人在猜说 为什么东方朔这么厉害 为什么他可以全部猜中 传说 应该是什么 他已经有 贿赂宫中的内侍 然后内侍 有时候有些宫女 内侍是在皇帝的后面 或者是他们知道 因为皇帝不可能自己去摆 交代下去 把这个壁虎 你想想看 汉武帝不可能伸手去 把个壁虎 抓到那个东西 把它盖住 他一定传令下去 让人家去准备这些东西 所以东方朔就很聪明 他去买通了宫女 侍卫 他就知道说 其实皇帝要考他什么东西 因为是他们去准备的 所以很有可能 就是他们知道了以后 传递暗号 然后暗号再慢慢的传出来 给东方朔 据说是像什么 挥扇子 做首饰 或是银尸 敲桌等等 就这些都是可以在当时 他们传言是东方朔 知道的 才知道汉武帝的摄负什么东西 因为这本书就记载了说 其实在酒宴上 或者宴席上面 我们现在的这种 滑酒拳也好 喝酒玩的游戏也好 通常最早的游戏 其实是叫做摄负 就是从这个开始 慢慢的才这个游戏 就变成在酒席上面 大家边喝酒边来拆 甚至还有另外游戏 就是说可能酒杯上面 是放了一朵花 这叫做拆花令 就拆这个花下面 这个酒杯是空的 还是是有装酒的 如果是空的话 你拆错或拆对的 拆错人家就罚酒 还有各式各样 像这样的游戏 好了这本书 大家如果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借来看看 当然是照自己的图书馆去借 中华饮食文化笔记 蛮有趣的 稍微休息一下 大家马上回到蒋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网 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We're back 我是佳寇 蒋伟文 第二段第一个单元 蒋公来说菜 最近在逛这个传统市场的时候 发现各式各样好吃的笋 就开始大出了 就想说 想来吃个什么样的笋的料理 打开这本书 爱上鸡胸肉的100道美味提案 难道鸡胸肉也可以跟笋搭上关系吗 我们的主厨周围明说 没有问题的 周围明就是小周厨 小周师 他是做鸡肉笋丝 会饭 会用鸡胸肉 当然是因为它的低热量 然后又很好取得 而且很便宜 很多人在健身的时候 就因为鸡胸肉的高蛋白 然后低脂肪 低热量 就觉得很棒 搭配笋就更好了 笋里面也没什么油脂 热量也很低 又可以做一个鸡肉笋丝绘饭 因为绘饭本身它会勾芡 那就热量会比较高 可是你用这两个食材 鸡肉跟笋丝 都是低热量的 恰恰好 这样来吃绘饭 就把它抵消掉了 就可以享受很好吃的绘饭 然后又不用担心热量 好了 我们鸡胸肉一块 然后需要用到这个 它这边是用 你可以用角白笋 或是用绿竹笋 都可以 然后大概100克 然后白饭一碗 然后香菇四朵 然后这边用到的是 它这边特别很 小周师特别请大家拿牛肉干 就是你吃的点心的牛肉干 只要30克就好了 牛肉干在这边其实是 虽然说是食材 可是我觉得比较像调味料 因为吃点心的牛肉干 味道其实很重 我们待会来听听 看它怎么处理的 需要点蒜末 一点辣椒 好 腌料需要蚝油 还有白胡椒粉 米酒和太白粉 所以说你的鸡胸肉切条以后 如果你买了一块鸡胸肉 它比较厚 比如说你知道鸡胸肉有的地方是比较厚 另外一段是比较薄 你要把它剖拌 让它的厚薄差不多一样 如果你不剖拌 你也要把它稍微拍平一下 让它的厚薄差不多 然后你就把它切成条状厚 然后就是先切片再切条 然后把它放到玻璃碗里面 然后再把腌料放进来 就是我刚说的蚝油白胡椒粉米酒 一点点太白粉 保护鸡胸肉 然后鸡胸肉条准备好以后 角白笋或是绿竹笋 就把它切片 然后再切丝 所以说你鸡肉丝跟笋丝 走是一样都是丝丝入扣的路线 然后再来就是香菇 这边香菇的处理方法也很特别 它是用鲜香菇 但是它先热锅了以后 用干锅把香菇片 用干锅先把它烘香 把它煸香 煸到鲜香菇都上色了 然后多糖体被炒出来 然后香气跑出来的时候 然后你就盖上锅盖 让这个菇的水分也都跑出来 然后另外打开锅盖以后就加一点油 然后把笋丝丢进来 笋丝丢进来以后 再倒入调味料 调味料这边也很简单 你这个锅子里面已经有刚刚炒菇的香气 然后笋丝倒进来 油放进来 你就听到哔哩巴拉的声音的时候 刚刚的菇 其实这个油可能你倒进来的时候 要淋在笋丝上面 因为菇其实很会吸油 所以你菇炒香 你把它推一边 笋丝倒进来以后 你油淋在笋丝上面 免得都被菇把吸光了 然后再稍微拌炒一下以后 你就可以倒调味料 调味料是倒一点蚝油 一点糖 一点黑胡椒 然后再倒一点点水进来 这个水倒的时段是 当你把调味料都拌 稍微拌匀以后 然后你的牛肉干 不管你是买那种 带辣的牛肉干 什么高粱牛肉干 什么样的牛肉干 原味牛肉干都可以 你的牛肉干一定要切的一丝一丝的 就是你吃点心的牛肉干 把它切一丝一丝 牛肉干很硬 然后又很干 你切一丝一丝的 放进去一起拌炒 牛肉干的味道很浓郁 而且它自己也调过味了 所以这时候拌炒了以后 你再把水倒进来 也就是说你锅子里面很热 香菇的味道有了 然后笋丝进来 油进来了 你听到油 嘀嘀巴巴的声音时候 你就把调味料放进来 就是一些蚝油 一些糖 然后一些黑胡椒 这时候拌炒拌炒 然后把牛肉干 一条一条四野倒进来 拌炒拌炒 然后这时候拌炒 你闻到香气热气 牛肉干会 因为热的锅的关系 它会散发 它调味料很浓郁的味道 这时候把水倒进来 水倒进来 就让所有的调味融合在一起 甚至于把牛肉干的味道 全部都融合均匀一点点 然后最后拌炒完以后 你就把太白粉水倒进来 先勾芡 先让这整锅 因为它已经熟了 勾芡的时候 再滚了以后 你就把腌好的鸡胸肉倒进来 也就是鸡胸肉 是最后一道下来 有些像我们在做酸辣汤这样 因为鸡胸肉很容易干柴 所以等到所有时代都熟了 然后锅子里面有一点汤汁 因为我们要做会汁 所以你有汤汁 有太白粉水进来勾芡了 整锅的会汁做好了 再把鸡胸肉放进来 在这里面 边滚大概30秒到1分钟 把鸡胸肉 在滚烫的会汁里面 把它泡熟 这样子 在泡熟的同时 牛肉干也会在会汁里面 让它那里面 很浓郁的调味料 散发在整个会汁里面 所以你的汁的味道就够重 所以淋在白饭上 你的鸡肉筍丝会饭 就完成了 非常有趣的一道料理 用这个鸡胸肉又用笋丝 然后再加上牛肉干 谢谢我们的小周师 爱上鸡胸肉的100道美味提案 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蒋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网 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厨房里 访问的是一位歌手 他就是我们的 是的 我们今天访问的就是 春野新派川菜 歌手郭主义筛 郭主义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郭主义 郭主义筛 人家那个主厨都出料理书 出麻辣鸭血 郭主义不止这些一位 他还出单曲 你刚轻唱这两句 就是新的单曲 对 这是我第二首的单曲 香香的厨房 胖胖的独播 你上一首我也有访问你 是 然后你这个 只要出单曲的时候 你都会穿得像那个骑士 就是骑摩托车的骑士 我发现你是这样 就是如果你是出新的料理 或是料理书 或是要宣传你的鸭血 你就穿得跟厨师一样 但是呢 如果你是要宣传专辑 你就穿得跟骑摩托车的骑士一样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对不对 因为呢 唱歌是我的兴趣 就像骑摩托车一样 对 但是我的歌声 没有像专业的歌手那么好 但是都是用诚意来唱 所以认真唱 刚刚这首歌叫做 胖胖的 独播 独播 独播就是台语的厨房 对 厨房 胖胖的独播 这首歌 你上一首单曲叫什么名字 叫做 中破塞 对 就是你的形象 因为你是厨师 上一首 开中免疫中破塞 就是你自己 是 但这个胖胖的独播 感觉跟中破塞完全不一样 这首呢 是写我 跟我老婆 恋爱的时候 到现在的那种感觉 这首呢 是 碰哥师傅写的 他是当场 就跟我说 我来带你两个 做一些歌 我好啊 然后呢 要写什么歌 就写我们热恋 到现在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就当场那么写 写20分钟 这首歌就写好了 好快啊 那请问碰狗为什么 会突然之间想要 帮你做一首歌 没有 因为他本 他 他那天是什么 心血来潮吗 那是 那是他在你店里吃东西吗 还是说你们正在开会呢 还是在干嘛呢 聊天 因为他现在是我的师傅 对 我真的跪下来拜的 什么样的师傅 那个音乐的 音乐 演艺界的师傅 怎么会有这个机会 因为有一天呢 是我一个朋友 那叫惠敏 然后呢 是他的徒弟 然后带过来吃饭 然后聊聊的 他说 他是关门弟子 我说不行 不行 你赶快 把手扒开 那门 赶快扒开 我转进去 你说碰狗在你们村野那边吃饭 对 他的徒弟带去那边吃饭 对 然后你知道以后 你就赶快出来 对 扒开他的手 然后呢 叫老婆去包 赶快包一个红包 真的 然后呢 就跪下来拜了 就这样子 高追赛 这么厚脸皮 没有 对 一定要厚脸皮 因为呢 碰狗 他是才艺真的非常的棒 请问一下那个 因为碰狗去吃饭那一天 因为你一定知道 他会来 对 你这个想法说 希望可以拜他为师 希望可以跟他用音乐交流 是 这个想法是 你知道他要来 就已经有 还是当天看到他 突然之间有强烈的感觉 就是要跪下来拜他为师 没有 那天也其实蛮突然 因为我知道他的差异 喝醉了是吗 没有没有 没有喝酒 我们都没有喝酒 对 十一公斤不喝酒了 对 然后那一天呢 就聊啊聊啊 然后聊了很多 其实他是第二次 第三次到我店里来的 然后我是蛮佩服他的 因为照这种情况之下 很多人都已经跑掉了 但是呢 碰狗出了很多事情 就最近他那个欠很多债 对 大家都在新闻上看到 反而我佩服他 佩了 就是说这个 这个欠债是很巨额的 对 很多人当然一想到碰狗欠的债 很多人想到说 哇 你一辈子可能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对 哇 很多人就会被这种债给压垮 对 但是你觉得你认识碰狗 他去吃了两三次饭 你觉得你看到的他 不像说在新闻上会被压垮的感觉 我跟你讲 他其实蛮沉重的 但是问题是我蛮佩服他的 为什么呢 一般人像中情况已经逃之夭夭 但是呢 逃到国外去了 我以前呢 也差一点像这样子 然后被人家跑会 差一点大概十秒钟 我也不见了 差一点想不开 然后我知道那种心情 但是呢 了解他以后呢 他大小钱都要赚 为什么呢 他这边赚这边玩 这边赚这边玩 我蛮佩服他的 真的那种精神 真的 你假如说真的接触到他的话 他是忍非常过瘾 很直 这么单纯就是被人家骗 没办法 是 就是说你看到说 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勇气 对 在他这个年龄 突然欠下这个大的巨款 就是他没有逃之夭夭 对 他留下面对他 对 但是你说对 就什么大小钱都赚 对 不管我看就 什么通告脱口秀 对 把人家写毛笔字 什么都可以 对 只要有机会可以 这个赚到这个钱 然后还债他都去做 对 没有错 没有错 他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呢 那当时呢 就聊起来嘛 那他也知道 我喜欢唱歌 然后那时候就在关门了 怎么可以让你关门 赶快手扒开 赚进去 那重点来了 对 当你要拜他为弟子的时候 他有没有说 那你可不可以先帮我 还一点债 我说 impossible 我说 吃可以让你吃到棒 是 但是呢 钱 徒弟没有 但是这样听起来 就真的是音乐的交流了 对 所以他 你跟他提出这个要求 说希望可以在音乐上 你们可以有师徒相称这样 对 他后来也愿意了吗 他愿意 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他也不可能 随随便便 就让人家当他的音乐徒弟啊 当然我们 他也了解你的音乐的背景吗 我们聊过两次以后呢 就自然有点比较深一点的了解了 他也知道我很喜欢唱歌 而且他是你徒弟带来的 然后呢 他也有跟他讲我的事情 那他对你的音乐被 他对你的声音啊 还有你 因为你出过第一张那个洞泡塞嘛 对 他有没有给你一些建议 或是听了以后 他觉得你的声音属于什么样的 哦 我跟你讲 他说 你当厨师 你当厨师 你把春也交给我 那你来去当歌手这样子 其实我以前呢 就常参加比赛 常常五等奖 那时候也是把一个三度几关的 干掉 干掉 然后但是当时的环境 跟现在不一样嘛 那自己本身很喜欢唱歌 当然声音 因为以前呢 我那个做路边摊的时候 声音喊到哑掉了 然后整个干净度也比较没有 但是呢 还是很喜欢唱歌 但是我知道声音没有那么好 但是呢 成梗最重要 那碰狗怎么说的呢 他说 嗯 还不错 他说还不错 还不错 你刚学他学的蛮像 你那个脸都跟他们 哎 你们做师徒真的蛮像的 你们都像同一种 高水郎 高高 就是很高尼 高尼郎 对不对 碰狗给人家也是这种感觉 其实我 我有一次呢 跟他两个人 他也穿我的厨衣 然后我穿厨衣 带高帽子 那照片 那几张搞笑的 那个真的好好玩 我们两个真的好像 嗯 所以说你们像师徒 其实你们更像兄弟 更像好朋友 都可以讲 对不对 都可以讲 那那一天因为有这个开启 你就是跟碰狗提出这个要求 对 当天 碰狗当了你音乐上的师傅 他当天就决定帮你写一首歌吗 没有 他来了几次以后呢 就还坐在那边聊天嘛 是 那当时就讲说 不然我来替你们两位写一首歌好了 我说好啊 为什么不好 嗯 然后就把我当时 他就坐下来真的 非常的天才 他就 你在厨房 嗯 在炒菜给你老婆吃 嗯 然后你老婆呢 坐在 坐并在等待 嗯 那种感觉就慢慢慢慢慢慢叙述出来 写出来的 我真的 太厉害了 然后呢 要完成这首歌 讲真的 要唱好一首歌 真的很不简单 嗯 尤其是新歌 没有人去demo 是 然后呢 就完全自己靠自己 再慢慢摸索过来 嗯 然后就把它唱出来 对 这诚语说 郭主义是第一首 这个近距离看到说 碰哥把这首歌写出来 对 怎么写的 这歌词啊 还有他的曲子啊 对 这个其实很多 我们在看别的歌手 奇怪 你这个灵感怎么来的 那正好郭主义就在现场 所以这首歌就完全是属于 他跟他老婆的一个故事 对 对 香香的厨房 对 台语叫做 香香的厨房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马上回到 讲公的厨房 别走开 爱飞明令三 中广流行王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厨房里访问的是 这个春远新派川菜的 这个师傅 郭主义 也是我们今天的歌手 香香的厨房的郭主义 郭主 郭主厨 你这个香香的厨房 是你第二首单曲了 对 你觉得第二首单曲跟你第一首 那个中破塞 你也感觉什么不同 是不一样 因为呢中破塞是把我 厨师在里面 厨房里面的心情 完全把它写照出来 然后那一首歌也是另外一个 音乐老师送给我的 当初呢那一首也是很意外 他还蛮意外 我怎么真的把它出唱片了 对啊 因为他想说我可能好玩而已 是那我真的把它实现出来了 对那一首也蛮受欢迎的 是然后呢接下来这一首胖胖的独房 那也是 碰哥把你写的 对 写我跟我老婆那种 因为有点纪念价值啊 是对那碰哥你说他是现场就跟你讲 这应该写你跟你老婆的故事 对那他是先把那个曲子哼出来呢 还是说他是怎么开始 怎么开始这首歌的这个诞生的 他先把词把它写出来 先把词写出来 先把词写出来 回去再慢慢把它编曲出来 对 他这个词也是在你面前 大概跟你边聊边聊 对边聊边聊 然后就写一写 然后回去呢再求诡 再剪过这样子 那你的印象深刻 这里面词里面有几句 有没有什么写到你心底的 有啊就前面两句就有了 哪两句 你这点作品的丹台 我在昨晚为你来煮菜 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啊 就是我老婆在外面在等待 那种很不好意思 很那个吃虚在等 等我在做菜给她吃 然后那整个脸啊 整个红秃秃的这样子 对啊 那种感觉就很温馨啊 对啊 那这个 你老婆听的这首歌 什么感觉 有没有感动 你觉得还不错 有 我那个演员里面呢 他还有入镜啊 是 我们两个 你们还有拍MV哦 对 有有有有 在YouTube里面呢 只要打胖胖的嘟棒 打郭竹裔 胖胖的嘟棒 就会出现 就会出现 MV 对对对对 MV也是不会也是你师傅碰狗拍的吧 没有没有 他本来要去拍 但是呢 因为当时我请 因为他太忙了 是 我请一个朋友帮我拍 拍了他本来要下去 后来想一想 不要下去好 因为造成在压力 后来还经过他的整个 检验过以后呢 他也真的出来这样 那听起来你对这首歌应该 比第一首更有感觉 因为 其实都蛮有感觉的 因为呢 以前写中破晒的话 都是文英阿姨 他们在唱一些 比较俏皮的 根本跟厨网里面没有关系 但是呢 这首歌真的 把那个整个厨师的心情 把它写到出来 那这首胖胖的嘟棒 是把我两个夫妻的心情 把它写到出来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问郭 注意现在这个问题 就通常我们看 碰到个歌手 就问他 那如果这个 你不能做歌手 你要做什么行业 如果你做厨师 做歌手 你觉得如果让你选一样 你会选哪一样 我选厨师 对但是 那个我一直在讲 这个云业是我的兴趣 我的爱好 因为我平常 没有喝酒 没有赌博 都没有干嘛 我要怎么办 人生要怎么 唱歌 骑车 是我的乐趣 对 但是你愿不愿意接受挑战 我现在 因为其实人 尤其狗追山 我们到了过半百以后 对 有很多事情 就觉得 人家说这个半百以后 比较了解自己 对 很多事情 大家不熟 就不想去接触 这样子 对 那如果说今天你有机会 如果有机会 比如说到小巨蛋 然后去做演唱会 这种的 碰口我跟你说 他帮你写 写可以去 上小巨蛋的 你只要练就好了 你觉得你会接受这种挑战吗 好像是天花夜谭 对 但是能够站上去唱一首歌 我就会满足了 不能唱一首 他说你要唱整场 其实我最近都有在接活动 有在唱歌 对 所以我的意思说 如果是唱这种 因为你知道 如果说唱演唱 我曾经碰过很多歌手 他们唱演唱会的时候 他是那个体力会透支的 他是要去运动 心肺到达一个程度 然后你一整场唱 来唱个一个半小时 这样跟唱一两首不一样 不一样 你愿意接受这种挑战吗 如果是这样 我不要 所以 所以你其实唱歌 对你来说是比较 是乐趣 对乐趣 然后我老婆常常 你还没想 没做 我说不是 因为呢 其实我们这样讲 因为唱歌人 把人的心境 然后把它抒发出来 那种感觉 你也知道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以前到现在 很多经历 那可能一些 比较高潮低潮 那种感觉 那靠唱歌来 可以抒发我的心境 然后呢 因为还有下一首歌 下一首歌是我自己写的 对啊 变成自己写歌 现在第三首 我那时候是因为我大女儿去世 然后一直在沙发上哭 那哭到我一个月没有去餐厅 不敢去 因为看到客人 客人在安慰 我会哭嘛 是 然后那时候坐在沙发上 就想说 不然怎么办 就把那个整个心情 我要写下来 写下来 然后呢 那时候就 趁着我大女儿 要出病的时候呢 是 就带到那个 现场去唱 然后呢 那时候 因为孔香 那时候孔香老师 对我非常好 是 他说本来要写歌给我 但后来呢 是因为我急的 我没办法 等到那时候 然后就写下来 写一写 然后交给孔香老师 结果 他把缺编曲都弄好了 那首歌好听 好听 这个我一定要问一下 因为天下父母亲 那时候听到郭楚一这故事 就觉得很难过 很难过 因为我自己 不会 现在 对我自己 我自己听到 只要有爸爸妈妈的人 就是有小孩的 爸爸妈妈都这种感受 这最终最终 你觉得是什么 让你走出那个难过 那时候也是 我老婆 我老婆比较坚强 因为呢 那时候她都在店里面 因为很多 都是艺人朋友啦 或是 我的客人 到我店里面 一定会讲 啊哈哈 那我总不能在门 一直每天一直哭啊 我只好躲在家里面 那我老婆知道 这种状况 他就是 我朋友去了 或是虫虫啊 他们去了 然后去了之后 就跟他们讲说 你能不能到我 我家里面去 然后去安慰我老公 然后请他不要这样子 那慢慢 然后朋友 好几个朋友到我家里面去 跟我谈了 我总不能让我老婆在那边 一直在那边吧 一直担心 我是 一直担心 对啊 我是人家老公 我是家里面的那个 然后就撕着出去 当然 当然看到还是朋友 像虫虫那种 就跑过来跟我讲说 你哪一天有空 你去看我的那个 那个 舞台剧 舞台剧 好不好 那轻松呀 是 那我本来有答应他 后来还是不敢去 是 好 我们今天访问了 我刚才其实也不是玩笑话 其实郭主义是一直来说 在荧幕上很活药的一位主厨 他做的鸭血也好 他自己的那个餐厅也好 也做的是风生水起 大家都觉得很喜欢 然后做主义教菜 大家也觉得很简单 第一次把那个川菜做这么简单 大家不会觉得说很复杂 又很好吃 今天郭主义带他 第二首的这个单曲 香香的厨房 胖胖的堵 而且我们听到新消息 第三首单曲也要推出 而且他变成创作型歌手了 太厉害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大家马上回到蒋公厨房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FM第三 中广流行网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刚刚在广告之前 我跟郭主义讲说 如果说有机会到 小巨蛋去开演 唱唱一个半小时要不要 他说不要 他就太辛苦了 但是你可以知道 其实你看人就是这样 你叫郭主义去开餐厅 他就愿意 对我们来说开餐厅更难 更辛苦 每天朝九晚五 可能更多时间 要在厨房里面 要搞外场 要搞内场 厨房的编制 要去采购 更累的感觉 可是他反而愿意 他愿意 没有 吴凰了 要打破这个迷失 要唱好 要做好一道菜 很简单 对我来讲 要唱好一首歌 这都非常的不简单 每一句 每一个整个音 都不能跑掉 每一句都要咬字咬的 非常清楚 那个材质 真的不简单 你叫一个歌手 去开餐厅试试看 每个逢开必倒 很难 郭杰真很开心 今天来到现场 带来他这个 很拿手的一些菜 来现场 就麻辣鸭血 而且你麻辣鸭血 是这个常温包装的 常温包装 然后呢 这个一小袋呢 里面呢 有五块 五大块的鸭血 那鸭血吃起来 好像是蒸蛋那么转 而且非常的入味 那里面呢 没有牛油的 是 是清油 清油 清油 你那时候刚开 他这个大概有五六年前了 你就开始做 那时候大家吃的是占不绝口 你那时候送了大家很多 开始觉得 你跟我说没有牛油的时候 大家都吓一跳 对 清油的 喝起来又很顺 牛油的 当然是比较浓香 但是这清油 因为我考量大家的健康 因为牛油会造成 整个血液 对 那个什么脂肪也比较高 对 然后热量也比较多 然后很多人他也吃素 他不想要吃那么牛油在里面 不吃牛肉的人 他只想吃鸭血 对 然后这个大豆沙有下去炒制的 那起来更健康一点 而且味道越吃越香 你这个麻辣香肠是你店里的招牌 没有 我自己做的 然后在店里 只有在店里有卖 卖 卖回家自己 外带 在现场不能吃 也可以 碰哥那天有没有吃到吗 有 一定有吃到 吃完麻辣香肠就写出胖胖的毒吧 大家要吃吃看 如果你有这个任何的想要有灵光炸现 你就要吃吃看郭主义的麻辣这个香肠 麻辣香肠因为那时候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香肠 大家都很喜欢吃 但是当时都没有麻辣香肠的味道出来 然后想说因为看到郭主义就想到辣 麻辣 对不对 那时候就研发出来 就麻辣香肠那种味道 然后是我们台湾的口感 因为在大陆有麻辣香肠 但是做的好像是辣肠那么硬 对 对啊 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 很多歌手开餐厅呢 你去他餐厅吃饭 不见得见到歌手本人 但是呢 你要看到我们的郭主义 唱胖胖的毒吧 你只要去春野就可以找到他了 对 而且我还在里面炒菜 每天都在里面 你可以看他在里面边炒菜 边唱胖胖的毒吧 谢谢我们的郭主义 谢谢 讲公主义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